今天这个视频是关于怎么样走路 怎么样走得好看 大家平时走路都有什么缺点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的 怎么样挑高跟鞋 选多高的高跟鞋 盯着我看是没什么用的 你最好就是记下来 然后找面镜子 然后自己在那练习 这几点一点就透 你就会发现你的走姿跟平时就完全不一样了 可能有的人知道 我平时在多伦多是开摩特培训班 学生到现在已经有上千人了 我基本上就会知道大家普遍犯的一些个错误是什么 我面对的现在是一个照相机 我不可能就是讲的像上课一样这么的细 把一些个比较重要的点挑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概括吧 如果说你是像那种梯台啊 模特怎么走路的话呢 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那种欧洲的走法 有的人是纽约式的走法 有的人是自创的 自己的那种感觉 我必须得看到你 我才能告诉你怎么走 第一个呢 就是跟气质也有关系 逛街的时候啊 我会看见一些个女生 松懈呢 全身就是那个气都是往下垂的 然后他们走起路来呢 两个膝盖呢 一个往前左方向撇 一个往前右方向撇 走起路来呢 都会有点外八字 然后整个人非常没气质 这个走姿是很轻松的 很舒服的 你可以这样子走逛街 十个小时啊 买杯奶茶继续逛 还能再逛两个小时 脚后跟的鞋外方永远是磨下去特别狠的 全上半身的重心都放在我们两个骨盆上 基本上上半身就可以堆在那儿啊 驮着 小肚子腰这儿就不受力 走的时候你没有使劲 那她的脂肪也就会往那走 像我们双下巴一样 把脖子往前倾 然后完全不使劲的话 看到有很多瘦人 这个双下巴也会是特别的脂肪特别多 同理 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腰腹 你没有收腹 你没有使劲的话 她脂肪就会往那走 猫不就走一条直线嘛 我们就会觉得 哎呀这是不是太难了 这直线这个我还得想象着地上有个线 我还得爱情像走独木桥一样 还重心还不稳 哎就放弃了 其实特别简单 不管你穿高跟鞋还是平底鞋 你这个两个脚的膝盖稍微擦着点彼此走 你基本上就是一条直线了 而且也不会外八字 可能会有一点点内八 我们内八呢 还得因人而异 你得让我看一下 我才有一些个动作来调整啊 你就会有一些不自觉的 有一点点挺胸说服 我们大家可以在家试一下 至于说你这个腰怎么用力 臀和胯怎么用力 肩膀怎么用力呢 上课的时候 我会根据不同的学员 然后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路 第二个就是走的不好看 有可能是你的站姿是错的 我之前视频里有说 我就是靠墙站 每天饭后半个小时 靠墙站个15到半个小时吧 看你能站多久吧 越久越好 后脑勺 后背 臀部 脚后跟都贴着墙 站着那个墙 一定要去一面平的墙 也可以光着脚链啊 是两个膝盖夹紧 然后臀部一定要绑住 两个肩膀就往下压 两个肩膀不需要使劲往后掰 如果你腰和墙空隙太大的话呢 说明你有骨盆前倾的问题 如果这个空隙太小呢 证明你有骨盆后倾 也就是比较容易驼背的那种感觉 这个岁数比较大的人经常会这样 而且同时呢 你的脖子要往上拔 肩颈部位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啊 我觉得我们的身体记忆力特别特别强 不比我们大脑弱 你就是驼背看手机啊 一直低头低久了之后呢 我们可能站起来之后就觉得 我这个姿势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时刻刻看我们这个站姿 站姿对了在你平面的时候就很漂亮了 那你走起来呢 也差不了太多了 静止的时候都非常难看 那走起来肯定就是更难看 你上半身就像一个大摆钟一样在那走 女生切记啊 这个上半身不能的动 也就是说你不管穿高身鞋还是平底鞋 你走的时候你要想象着哈 你的这个腰部以下呢 是可以摆动的 但是你腰部以上就好像一条 从你的头顶到你的这个肚琴 这往上拽提拉的 一定要越稳越好 你的肚琴以下呢 你是可以随便让她去走啊 去扭啊都可以的 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找一面镜子 然后自己感觉一下 我知道每个女生 不管是会穿高跟鞋 还是不会穿高跟鞋的 她们都会有一个普遍的问题 就是走路的时候很容易有马腿的产生 这个是非常非常给人减分的 这个马腿呢 其实跟我们鞋的高度有联系的 就是说你的身高除以二 比如说你是一米六 对吧 一米六呢除以二 就是八十厘米 就是从脚底板到裤裆 如果是七十八厘米的话呢 那就是你还差两厘米 你就达到了你身高的一半 八十厘米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选一个两厘米的高跟鞋就可以了 能力范围内的高度 你别越高越好 不是那样的啊 我们先从最矮的来说 比较精神的一些元素的话呢 我觉得这么高的根就够了 这是三厘米 再高一点的呢 垂直往下 这样子量 五厘米 再高一点就是这个 Stor's Wisman 八厘米 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再高一点的呢 就是也是Stor's Wisman的这个鞋 十厘米 更高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十三厘米 这个防水台就三厘米了 这个根减去这个防水台呢 就十三厘米减三厘米 就等于十厘米 不管什么样的牌子 你拿到手里之后啊 你这样子弯一下 很软的 也就是说它会跟着你的脚走 全部的力呢都靠你这个脚后跟搓起来 那如果这个地方滑 或者说你这个鞋比较大 不合脚的话 也就是你走个三五步 你就要停那儿 然后重新把脚子穿回去 能小别大 大家看我所有的鞋 都是这个地方软的 这双鞋也是 也是特别的软 你看 如果你前面特别硬的话 你脚走起来了 你这鞋还是原地不动 它会抓得住地 你一抓得住地 就会很舒服 很自然 它一加了防水台 它就没有办法 你要控制你的鞋 但是是被鞋而控制住了 着不了地 很生硬 而且每次走 都会出很大的那种敲地板的声音 如果你是那种穿高跟鞋的老手 那就还继续穿你之前合适的那个高度 如果说你没有穿过高跟鞋 或者说你想练你的高跟鞋 还有就是你不满意你现在所穿的话呢 下面这个技巧呢 会帮到你很多 那是一个三厘米的 我还想穿更高的话呢 我就点起脚尖来 我觉得还有余地的话呢 我还可以换更高一点的鞋 那就换一个八厘米的 点起脚尖来还是有点余地的 还可以选择更高一点的 好像换了一个十厘米的 然后这个时候再起来 我发现我好像立脚尖的余地没有太多了 最高的极限了 我就不能再高了 如果再高的话 我就马腿出现了 我现在换上了这个13厘米的鞋 我现在点脚尖的时候 我整个脚尖都往上顶 生活中的话这样子的鞋不是很造就人的那种 你的工作没有要求你非要穿高跟鞋的话 而且你的工作性质是经常要在平地跑来跑去的话呢 我建议你穿那种黑色平底鞋或者是小白鞋 既优雅又百搭又休闲 把人家要求穿高跟鞋了 或者你觉得自己身材比例必须要穿高跟鞋 我才能自信的话呢 你每次走的时候都不能跑 不能rush 而且你停的时候你都不能急刹车一样停下 你每次走想快的时候就要大步迈开了走 不能倒小步的跑 因为那样是样子会很丑 你知道要在前面停下来的时候呢 你在大概几米的时候你就要减速 慢慢慢慢优雅的停在你的目的地 或者跑跑跑在那 然后急刹车然后身体不稳 这个是一个非常丑非常减分的一个动作 穿高跟鞋你就会高 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 要是不好看的话 旁边的人看起来就会很放大的那个缺点 那现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样的鞋我觉得是相对来讲好穿一点的 难度比较大 因为你网购你没有办法知道 前面这个地方一定要软 就是那种翻路皮的和断面的 是比较好穿的 这种鞋买出来你觉得比较硬的话 你就要使劲这样子弯它 你不要觉得说 哎呀这个鞋你怎么对它那么不温柔啊 如果你对它太温柔了 它就不会对你的脚温柔 买了之后你这样子多弯一弯它 让它这个地方软一点 踩在脚上呢就会更舒服一些 像这种漆皮的就是比较亮的皮子 是比较难穿就是比较磨脚的 很硬的就是你使劲使劲弄它都不会变软那种 像Roger BVA这个在穿之前就就是这样子给它掰一下 一开始你会可能会觉得有点心疼啊 但确实是要这样 掰久了之后呢就这个地方都要往里面掰一下 它就会穿着就会舒服很多 新鞋你穿的话就这个地方会像刀割一样 大排鞋我都试过 我的脚也经常被磨刷水泡那种 照理说我的脚就是已经磨练的很好了 但是我看那个店里面有的女生买鞋 她买那种特别不舒服的 她还能穿 我都不知道她怎么做到的 还是说她一直贴着穿可贴 我一直是用这个方法来挑鞋的 我比较喜欢的牌子呢 就是Stores Wisman 这个应该说是我No.1喜欢的鞋子 尤其是她这种翻陆皮的哈 不能踩血不能踩盐 还是蛮好打理的 直接用那个海绵刷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它真的是特别的软 穿上之后就跟袜子一样 一培训的话一次有6个小时 我都可以坚持穿着它 而且一点都不累 脚也不会磨也不会疼 而且它的价钱呢是我可以接受的 经常会打折 像有一些漆皮的很大牌子的那种 好几千的那种鞋 就我一穿进去 我再出来我就感觉我脚已经受伤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可以穿 反正我是不可以 现在再说一下不舒服的鞋子 比较平价的有Zara 那种漆皮 底儿全都是特别特别僵硬的 硬穿也可以 脚就会破 还有一个就是红底鞋 Christian Louboutin 一个女孩子要穿一个红底鞋 就好像仿佛走在了红毯上 对吧 有一些个幻想 后来等我穿上的那个鞋 去走秀的时候呢 当时我们那个秀呢 有大概20周的女孩吧 每个人都穿了一双红底 就是有绳子把那个脚跟鞋 绑在一块的那种 13厘米 还是12厘米 反正就很高的 当时我们所有的模特都没有办法走路 因为他那个鞋找不到号 比如我是38号半 我穿38号半就太大 穿38号就太小 但是他又没有一个0.25号 但是我觉得他有0.25号也不行 因为那个鞋太浅 脚后跟根根本就挂不住 在T台上走 大家都都不笑话彼此 就是特别的心照不宣 就特别恨这个鞋 那设计师说好像全世界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的脚 其实可以fit in红底鞋的 80号其实都穿不了这个红底鞋 因为就是不合适 尤其是网购 如果看大折了的话 我觉得你不要入手这个红底鞋 因为你可能入手了之后 就会觉得入坑了 马上变二手的再给迈出去 然后就发现没有人接手 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鞋不好穿 而且Valentino的鞋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舒服的 漆皮的居多 我觉得 反正我的脚趾头 可能是构造跟别人不一样 我一穿我就疼 这个东西比较主观了 我觉得不好穿 你们可能觉得就是好穿的 这个还得要去自己试 但是漆皮底硬肯定是磨脚的 反肚皮的 段子面了 应该就会好很多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吧 下一个视频我要做 怎么样一分钱不花 就能把我们的皮肤养好 接个点点滴滴的小事中 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皮肤养得非常好 最主要的就是不用花钱 不是说什么要熬中药 点点什么穴味都没有 大家一点一点的分享 所以呢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的风格呢 就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基本上是每周都会更新的 谢谢元老级的订阅的朋友们啊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拜拜